两位好 我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这张卫视主持人长庚 今天很开心和两位在这儿 一起来聊一聊阿朵的故事 我先认识一下两位吧 哈喽 大家好 长庚好 我是创作歌手曹芳 是阿朵的好朋友 我叫马亮 因为名模二次 是多姐的制作搭档 两位是怎么和阿朵认识的 我认识得比较早 大概是我们俩都 刚刚要出道的时候 在哪一年那时候 2002年左右 快20年了 对 那会儿只是认识的关系 真正熟悉起来 应该是2013年了 然后那会儿呢 他已经到了事业的一个高峰期 然后慢慢地 他开始就身体出现状况的时候 他去疗伤 然后他来那个云南 因为这个原因 才开始变得关系更加地紧密 对对对 马亮 你认识阿朵是在什么场合 我是通过工作认识的吧 那个时候是16年底 我刚刚回国 那个时候在做音乐 多姐她有一首歌 希望找一个制作人 那个时候我听她的demo 我觉得很有灵性 我觉得她这个歌特别好听 那咱们02年认识阿朵的时候 她是一个什么样的音乐 辣妹 首先她是湖南人 她喜欢吃辣 然后我大概是记得 我们是在一个饭局上 其实那个辣你能感觉到 她真的是很热情 然后有她在整个场子 不会冷 气氛组的组长 对 气氛组 然后是个开心国 那马亮 你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 她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感觉跟平常我印象中的阿朵 完全不一样 那个时候就觉得 她是一个就是 能跳能唱能演的一个 对 舞台上的精灵 对对 女王吧 女王 但是后来见到她之后 发现她很谦卑 对于身边的人事物 她很关心 很注意细节 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大姐姐 我觉得她很可贵的一点是 她肯深挖 对 像个考古学家一样 她不仅是要听到这个东西 她还要去问她从哪里来 她是肯用心地去考古的 这样一个做民族音乐的人 很录大 也不要再跑 很 tests 走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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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лив 听 是